苗栗白沙屯妈祖顺利抵达北港朝天宫近乡 但是逢假日大批的餐厢人潮 让妈祖住假时间延迟了两个小时 台湾名产品质有待加强 一位黄先生到乌来风景游乐区游玩 送给亲朋好友伴手礼 没想到上头出现了灰色斑点 竟然是发霉了 周深学习快乐多 台中举办乐林学习中心联合成果展 展现银法族的健康与活力 更多精彩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7月20号的中台湾生活王